歌神张学友台北场演唱会时间传出将从5月底开始 在台北小巨蛋连唱三周总共9场演唱会 卖票网站都还没有上线就已经有许多的歌迷在询问 但针对这项消息张学友所属的音乐公司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告 另外歌手梁永奇出道28年首度攻弹 预计在4月攻进台北小巨蛋 至于高雄巨蛋也有海外巨星预备开场 歌神张学友顽心大开将招牌歌曲文别改编成轻快无曲版 62岁依旧活力十足 才刚结束香港站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演出 现在传出张学友台北场的时间已经确定 将从5月31号开始 在台北小巨蛋一连唱三个礼拜共9场演出 而另一位香港巨星也要攻进台北小巨蛋 梁永奇出道28年首度攻进台北小巨蛋 将提早一个月4月开唱 踏上他梦寐以求的舞台还开心表示 这场演唱会将是他音乐生涯的精华浓缩 而南部也有巨星登场 英国乐团传奇天王和台湾传奇组合 都分别在三四月要唱进高雄巨蛋 让歌迷相当期待 而众星纷纷攻淡 大家最关注的台北大巨蛋 传出有机会由天王周杰伦 抢下首张入场开唱的门票 不过目前周杰伦所属音乐公司 表示还在讨论当中 如果真的开唱 势必引起歌迷争赌 接下来我到